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要带大家来看到的就是群联董事长潘建成卷入了做假账的风波 最新的侦查结果出来了 他获得了缓起诉 但今天我们要来告诉大家 这个IC设计的获利王能够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居然是跟新竹的竹林寺拜官英有关 还要带大家看到 你知道大陆台商最近最害怕听到的四个字是什么字呢 青山绿水 这不是好字吗 我们要来看看 中国十九大召开之前 台商你们在怕什么 一开始我要请世聪 带我们来做这项功课了 两样非常关键的房市资料一套的结果 今天就在礼拜五的晚上 给大家买房看房 什么样的建议 我们先给大家看巴德路这个 这个所谓套房的这个房型 你看他上一手交易2014年交易的时候是1270万 但是最近的话只有1025万 也就是说光是这个套房 他赔了大概245万 245万是什么概念 就超过两成 对 没错 赔了这个幅度相当的大 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套房 这个套房是在复兴南路一段左右的话 他是2016年的4月之后买 2016年4月是什么日子 就是我们蔡英文总统上任没多久 他可能这个屋主认为说 搞不好会有庆祝的行情 所以就买进了 买进的时候那时候是 这个总价是1198万 单平是83万 结果没想到跌到目前为止 单平跌到79.4万 也就是每一平 大概也赔了4万块左右 自从我们看到几天前的 最新实价登录的资料 除了看到要嘛两年前到现在 跌掉了两成 要嘛小套房杀很大之外 他还提供我们什么线索 用行政区来看的话 你可以分客栏发现到说 第二名就是中山区嘛 中山区的这个议价幅度 也有18.95% 也就是说如果你平均 如果我们用中山区 目前平均房价133万来说 打81者的话 平均一品可以杀26万 所以你看套叠了这么多 从行政区台北市 还有从最新实价登录来看的话 忽视欲出一个区域就是中山区 好 杀好杀满在台北的中山区 我们就看进去了 今天你帮我们做了 这三张地图一套叠 那在中山区我要去杀哪里 买什么样的房型 才可以真的买到一个甜点 我们现在讲一个 郑姓夫妻的这个故事 他们是做什么 做保险业务员 那保险业务员的话 以前的话 自己住在自己的房子里面 现在认为说 现在是好像是个买房的 这个好机会 而且自己也真的需要一个房子 然后他们就开始想说 买什么房子呢 他们的考量点是这样的 第一个 他们娘家在三重 第二个 他们婆家在内湖 第三个是说 他们公司是在这个中正区 左右的位置 好 他们就把这个三个 他们会常常去的地方 画一个三角形出来 这个三角形的话 你要等这个最好的时间 最好的这个距离点的话 中间点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中山区 好 那这个地方就福地福人居了 刚才讲好 杀好杀满 那这对夫妻有机会吗 是 好 他们就开始去看房子 在中山区这附近找找找找 突然就找到一个 在捷运站附近 走路大概十分钟 那平速的话 全壮是23坪 更好是有bonus是什么 他有一个食品的这个顶家 顶家 这个很适合他们的房型 但是唯一的一个不满意的地方是说 屋主开价要2000多万 2000多万的话 跟他们的这个预算 有一段的差距 所以他们就想说 好 我们就锁定了这个房子 锁定这个房子的时候 知彼知己 百战百胜 先去看附近的这个成交的状况 实价登陆的话 最新的成交是1800万 但是实价登陆在那个地方 曾经有出现过1400万的 所以他们抓出一个range出来了 好 那一开始来说的话 他们就直接开出了 实价登陆最低的1400万 就觉得说 我现在大家 俊相说杀好杀满 我就直接从七者这样给他砍下去 这什么概念 这是抄底的概念 对 没错 好 他就请这个房仲 去跟这个屋主讲 结果这个房仲 根据房仲回来的 跟这个郑先生讲说 砍得下去吗 屋主跟我说什么 拜托 你是来乱的 我花两千万 结果你一生就花了 所以不可能 他就回绝了这件事情 那郑氏父亲他们当然知道说 我的心理底下就1400万 你这样的话 跟我的这个价格 你2000万咬得这么死 我不要 我不要 然后他们想说 他们想说再去调查一下 这个屋主的背景 后来发现到说 原来这个房子 放在这个所谓的 这个交易的网站上面 已经有一年之多了 一年之多 他都一直在卖 一直在卖 显然这个屋主 他是有心要卖的 而且他似乎是资金有点紧俏的 这个状况 所以他们就想说 那我就再继续等 反正时间是在我们这边 他就等... 等到最后 一个月之后 这个房仲竟然打电话给他 就郑氏夫妻 想通了吗 郑先生 你还记得我吗 我就是你们之前要买 那个房子的房仲 这个屋主直接跟我说 就说他真的有意思要买 他在问我说 你们到底底标是什么 这个价格是什么 不要这个直接2000万台料太用 你拜托过来 他又说 好 我再给你出最终 最后一次 1500万一口价 要不然要或不要 随便你 好 他就这样直接开出去 开出去之后 几天之后 果然这个屋主马上就说 好 我愿意撑家 买到赚到 这样是多少 75折 的概念 衰退 好 叶老师今天来到 节目前台来告诉我们 不是每一个人都像他们这么 大体这么好 遇到这样的卖方 你可以要到75折 告诉我们 如果来到杀好杀满的中山区 什么样的房情 比较好谈价 我觉得终于等了两年之后 市场终于来回应到买方的一个市场 所以事实上 现在所有买方只要愿意出来看的话 我认为这样的屋主 跟刚刚那案例会越来越多 那至于说我们怎么来 怎么杀才会杀到一个很好的价格 我觉得还是要做功课 我们来看看 这个我们把台北市12个行政区 把它统计下来之后 你会发现 刚刚谈到了 这个所谓的两房的这个部分 你看两房的部分 在中山区是最多的有600多件 那你如果看到一房的部分 套房的部分 中山区有900多件 比两房多出了50%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说你已经设定好 假设你要在这个中山区 买套房的话 你看看有这么多的一个套房 等着你来看 等着你来杀价 那这样的屋主 他有什么办法 坚持他的价格不降价呢 当然是有办法降价 那如果有这样的数据来支持 你跟屋主来议价的话 我认为 刚刚我们看到的案例 都在16%到25%左右的 一个降价的过程 对不对 这样的事情在未来 一定会继续发生 所以买方呢 在买家站久就是你的 单久就是你的 所以现在呢 终于卖方回应到市场 真正买方的需求 价格也降下来 然后所有的相关的这个 买屋的条件也相对好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时候 搭配的就是屋主你要降价 你的房子才能够顺利的卖出去 好 叶老师帮我们整理的这个数字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 不管是两房的物件 或者是一房的物件 其实都高居台北各个行政区之冠 这个是中山区的一个特色 换句话说 那么多住在那里代售的情况之下 那当然是一个买方市场 怎么去溢价 事从来告诉我们 现在大家都走向小宅 低总价 低单价 这样的一个概念 好了 我钱有限 我想花在刀口上 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我要买新的套房 还是买旧的两房 这个好困难 就像这个问题 是很多手购书 或是很多小夫妻 他们心中想的一个状况 那为什么大家想要买小套房 因为小套房很多都是位置 它相对是比较好 而且很多在明星学区 它的煤品的状况来说的话 物况可能都比较新 所以很多人都会选择小套房 但是如果你有一笔钱的话 到底要怎么买 到底要买小套房 还是买两房的房子 我们给大家算一下 假设你这个自备款 是162万左右的话 我们给大家看 一个是在同一个区域 一个是A物件 它是套房的房型 B物件的话是两房的房型 这个权重的话 这个套房是12坪 那B物件的话是26坪的 这个两房的这个房子 那我们知道说因为套房 它这个每一个单价 每一坪的单价会被拉得比较高 它总价比较低 但是它每一坪的价格是比较高的 所以那一坪45万 我们从一个区域 一坪45万 它总价是540万 那这个两房的房型的话 是31万一坪 那总价是806万 那你知道这两个房型的话 看起来的话一个504万 一个是806万 但是呢就这样你知道吗 对你来说的话 你入手的价格 花的钱大概是一模一样 入手价格一模一样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你套房的话 你只能够带7成 带7成的话 如果我们用540万来看的话 你只要准备162万的这个头期款 如果是这个806万的话 因为套房 因为两房的房子可以带8成 所以也只要准备162万 所以两个都是162万 你看喔 一个是套房504万的房子 跟两房806万的房子 你其实准备的 都只要准备162万 也就是说你在162万的 准备头期款之下 你可以买一个套房 或是同时可以买一个 两房的这个房型 好 这个讲起来 换句话说 除了这个门槛162一样之外 最后牵扯到的是什么 你的缓缓能力 我不知道这个房型的缓缓能力 你带7成跟8成是不一样的 这个有一个差异在什么地方 因为目前的套房的话 套房的租金的话 相对是如果以目前的行情来说 是比较高 那这个两房的房型 要租出去是比较容易的 所以目前 你看B物件的贷款 虽然比较高 但是如果你空间 因为它是两房 两房的话 你租出去的这个装房的话 是比较容易出租的出去 拿租金还房贷 租金的收益是比B物件 是比A物件好很多 所以如果以这样来评估来说 似乎两房也是一个 还不错的选择方式 好 谢谢世聪 我们今天看到了 一样的劳资金 162万的头期款 买两房 这样分析起来 可能看起来比较划算 那我就请教一下叶老师了 一样的头期款 两房好 还是新一点的小套房好 OK 我们就说 所谓的市亚核须大 有花自然乡 那有两房 何需趋就一房 我认为 如果我们要买来住的话 那个一房的使用寿命 是非常有限的 那所以如果可以 以现在的市场 现在的总价 现在的利率 我觉得这个两房的 这个房子是非常好的 但是呢 事实又以愿违 为什么 因为我们想找两房 如果800万这样的预算 在台北市 各位看到我们第一排 你看看有够可怜的 整个第一排台北市的行政区 总共只有85间 是在800万以内 可以买到一房的 所以买到两房的啦 市邻大同大安中山 一路下来还有零 中正区一户都找不到 这都个位数 没有错 所以如果说 我们愿意把这样子的一个 住的空间 移居到所谓的新北市的话 你会看到 总共在新北市 加总起来有1600多间 所以这里的选择性就比较高 那我们再看看 如果这样子就所谓的 162万的自备款 如果以现在可以带到八成来看的话 它实际上购买总价到810万嘛 我可以住在哪里啊 很多啊 你看看新店有90几间在等待 房间70间在等待 中和50间 三重156间 那市值有230几间 到淡水就更多了 500多间 所以其实在新北市 是有非常多的这样子 一个两房的房子等着你 只要你做足了功课 那这样的810万呢 你以贷款八成来讲 我们来看看 贷款八成你看 它就是贷650万嘛 以1.7%的这个所谓的 现代的利率来看 如果你是贷30年 然后宽限期有5年 各位前5年 你只要每个月缴9208块 你想想看9208块 你去租那个两房 租得到吗 租不到 所以这个时候你付这样的租金 又可以买到这间房子 这个房子 缴了30年后是你的 不是你付了30年租金 房子还不是你的 即便到了最后 5年到了之后 你每个月要付多少 本利一起贪还 是2万6千多 我觉得这样的房子 如果你愿意 欠救到新北市的话 其实非常多的选择性 可以找到现在的一个 降价下来之后的一个 甜蜜点的一个房子的买点 所以叶老师最后告诉我们说 其实如果要住宽一点 大一点的话 新北其实可以选择 1605户 可以给你选择 但问题来了 观众朋友可能想说 我才不知道住宽看得比较好 问题是买东高处 我还要维修那都是成本 今天好多地方都下雨了 我们跟大家来谈谈 维修的费用 碰到下雨你会想到什么 家里有没有一扇 好的窗户帮你遮风避雨呢 清一窗怎么挑 怎么选 来 增好汤 心情很轻松 那如果增就败汤 心情就拿回人了 你看看这个空间呢 它是在中和 二十五坪的房子要隔墙的两间房 那么都在进行施工到一半 关于履窗的这么多问题 我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春雨设计的周建志 建志好 大家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履窗的施工 我们来看一下sample 因为这是一个sample 那履窗它最重要是 它除了材质之外 它的施工的方式很重要 那刚好这里有一个窗户 它是一个完全没有履窗的空间 为了要加履窗 那我们可能会想 好 假设这是一个履窗好了 我们现在架在这边 这个墙面厚度这么厚 我们到底是架在里面 还是架在外面 当然是外面啊 当然是外面 因为架在外面 那个寿雨的面积会比较小 而且呢 最好有一个撇步 就是说 它可以离外墙稍微往内 大概收个两公分 为什么不同到底呢 因为预留这个空间 主要是让我们打司机构 做防水的一个位置 履窗的湿座 还有分干湿的 湿湿的 还是插在队 就是我履窗架上去之后 其实在周边 都要做水泥填石 因为水泥填石是湿的嘛 所以我们讲它是湿湿的湿工 那为什么水泥填湿很重要 因为当你履窗架上去的时候 它下面如果你这样敲 空的 呈现空心的声音 表示它没有水泥在里面 没有湿的水泥在里面 那当它没有饱和的时候 就很容易因为 刮风下雨 还有风压的关系 水就这样喷进来 来跟我们解释一下 干湿的 铝窗施工法 是什么样的概念 我们以这个窗户来 做一个解说好了 这是一个窗户已经做好的 那如果我们 假设想要换铝窗 想换更好的铝窗 对 在榜间有一些施工的方式 就是说干湿施工 就是它这个窗框不拆 它直接把这个拆掉 对 留这个边 对 然后做新框直接套上去 好像这是假牙 好像是那个旧的牙齿 然后套一个新的牙齿上去 对 那有比较秀吗 当然比较便宜 因为干湿的施工 它不用拆框 你省去拆除的费用 对 再来就是它省去泥座 修补窗框水泥填湿的费用 在施工上面 你只要花铝窗的钱就好 你不用花拆除的钱 不用花泥座的钱 那一扇窗可以省多少钱 一扇窗至少可以省三千到五千 所以假设你家有五扇窗的话 你有差 可能差万五千到万块 眼睛就亮起来了 对 可以省下两万五 然后又快 那快又省钱 我当然选这个啊 但是它有后遗症 因为它只有一个优点 就是它施工很快 一天完成 就是说它来 站起来 倒起来就好了 但是问题是 你的后遗症 就是这个窗框本身 万一里面 譬如说你在敲的时候 它里面有漏水的疑虑 或者是 它里面本身就已经在渗漏水了 你没有把它解决掉 这样不行 再来就进入了 怎么挑选气密窗 这边呢 建置帮大家整理的三个关键字 颠 看 测 颠一颠重量 看一看窗框 测一测玻璃 有听没有懂 建置一样一样 带我们看进去 我们讲啊 铝窗哦 台队用链密嘛 对不对 其实都叫铝料 但是它的重量有差别 是 像我们这边的窗户 我们把它分了几个等级 这是最 应该说现在市售里面 最可疑的 所谓的气密格影窗 那我们再拿起来说 它其实重量非常的轻 同样size你去看那个重量 重量越重的话 它用料的话 就完全体现在 链密的材质上了 没错 接着给我们说说看 这个多宽 那这个呢 这个是 10公分 这个是 8公分 是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窗框 厚度的差别 其实 其实一般我们看到 只要是小窗户都是8公分 但是10公分是因应那种落地窗 因为落地窗的窗户本身比较大 然后再来就是 如果你是面对那个风压比较强的 这个外墙的时候 你就要用这种窗框比较厚度 它的这个抗压性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在8跟10中间 其实有一个灰色可以游走的地带 你要小心当你被cost down的时候 这里就可以做文章了 所以这个就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你今天是落地窗的话 你应该用这种10公分以上的这种窗框 那如果因为你没有注意到被cost down的话 价格偏低 会跑到这个8公分来做所谓的落地窗 那这样施工品质就会有影响 就不太好了 颠 看 测 最后来到了这个关键字 测 测什么呢 测玻璃 这个Mega在哪里 好 因为玻璃的厚度 也会影响你的隔音性 厚度 通常我们会 玻璃都在8mm以上 如果你希望隔音性好一点 你可以两片的5mm加起来叫交合玻璃 或者是两片玻璃中间是抽真空的 也可以参加隔音性 所以低标是8mm 以上是OK的 但是我们曾经遇过新房子建设商 他给我们的玻璃 他说是8mm跟实际上是5mm 那你怎么去看它呢 那怎么判断 其实通常玻璃只要是8mm以上 玻璃跟铝窗的窗框中间 应该是打直立空的 这里看得到吗 看得到 我们来看像这样正常的普通的铝窗 它的这个玻璃跟这个铝框中间这个地方是silicon 这是silicon的 但是如果你遇到这个是胶条 就是胶条你可以这样压下去 它会有点弹性的感觉 甚至可以抠起来 那表示这个玻璃应该是5mm的 最后这是关最重要 三件事情 听 看 拉 怎么样 实际用在实战的这个房子焉屋上了 我要请建制带我们到那一扇窗 那就是一间教室了 走 所以我们在看到铝窗我们要验收 第一时间我会先准备一个10元银币 这很简单 你就去敲它 为什么要敲它 因为敲它去听它的声音 知道里面水泥有没有填实 说到白的就是有10% 因为里面如果水泥填实的时候 它的声音就会很扎实 当你在敲的时候 如果有空心的状况 假设你听到这种声音 空的 空的 当然这个地方是铝料是没有关系 如果你旁边听到的声音是这种空的时候 你就要请它来做验收 因为里面是空的时候 万一风压大 水灌进来 就很容易从这个缝隙灌进来 里面就会塞了一堆水 水就往低处流 就流进你家了 没错 好 这是第一件事情 敲 然后再来我们要看什么呢 好 再来我们要看整个铝窗窗框 有没有所谓的损坏的部分 我会先看这个 譬如说玻璃有没有毁损 还有玻璃跟铝窗中间这个silicon 是不是有密合 因为有时候这样一抠 那silicon就掉了 表示它没有黏好 没有把这个窗户 玻璃跟铝窗能够接好 这个地方也是一个验收重点 再来就要拉拉看 因为像这边有一个隐藏的插窗 我们要拉出来看看有没有音音 看有什么声音 或是说会随 这个很重要 推射窗的时候呢 你要多开几次 看看在推射的过程当中 会不会卡住 这也是一个验收的重点 每个星期看一点 希望大家变成聪明的居家人 再来我要请青黄 带我们来看看这一家公司 IC设计的获利王 群联店子 我们看到这一位 是群联董事长潘建成 他才卷入了这个所谓的假账风暴 但最新的事件是 他已经获得了还起诉 几个同仁也都不起诉的处分 算是青州已过万重山 但是他的背后很有梗 告诉我们 一个马来西拉乔森 怎么一度成为 台湾上社会公司 最年轻的CEO 更重要的是 他能变成获利王 背后居然要感谢 观世音菩萨的加持啊 没有错 群联去年爆发这个假账风暴 到底是发生什么一回事呢 是因为他从2009到2014的时候 简方怀疑说 有上百亿的交易额度干嘛 你在你的财报应该要揭露啊 竟然没有揭露 而且里面还有关西人交易的状况 所以检调怀疑说 群联你做假账哦 你违反这个证券交易法的财报不实的状况 这个很严重 面对这个状况 这个假账风暴一出来之后 后来群联董事长 潘建成他也承认 他很快就自首了 自首可是他说 我绝对没有图理我自己公司 而且我也真的没有做假账 那所以这整个事情 后来检调调查到现在最新的进度 就是告诉你说 在这所谓的违反证交法的部分 是获得还起诉 那其他检调调查项目的基本上是不起诉的 可是我们就要看进去说 去年爆发这个假账风暴之后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呢 外界认为 潘建成过去的形象很好 是模范创业家 而且他还曾经是什么呢 我们最年轻的上市贵公司的CEO 那第一个 全世界第一个随身碟也是谁做的 也是群联做出来的 而且他今年第一季 也是这个IC设计公司的EPS王 所以这样的一家形象这么好 那么有底蕴体质这么好的公司 卷入了假账的风暴 那是很严重的事情吗 没有错 所以去年事件发生的时候你看 他从270块一度怎么样 要跌破200块 所以在这个看起来很危急存亡的时间点的时候 他潘建成的贵人竟然一个接一个的跳出来 首先第一个跳出来是什么呢 是Kingston的创办人孙大卫 那个孙大卫呢 因为他也是群联的大股东 然后群联有投资他 所以孙大卫跳出来干嘛 他要捍卫群联 所以那时候传出说孙大卫要1亿美金 要来捍卫群联的股价 但是看起来他还没有进场的时候 股价开始就回稳了 那第二个人 第二个人竟然是润泰集团的老板银眼梁 为什么是银眼梁呢 大家就觉得奇怪 为什么是银眼梁呢 他跟这个潘建成今天到底有什么交集呢 原来就是说他们群联的厂是谁干的 是银眼梁旗下的公司帮他盖的 所以那个时候2007年的时候 群联有个厂是给银眼梁旗下公司帮他盖的 那个时候潘建成想说厂盖就盖好了 所以这个洛城典礼的时候 洞土典礼等等 他想说这个银眼梁不可能会自己来 结果没想到什么呢 银眼梁竟然亲自到现场来啊 银眼梁亲自到现场来的时候他吓一跳啊 为什么 因为这就是过去新闻中看到大人物啊 可是大家想象中 既然有一个有分量的大人物来的 你是不是也请人家吃个饭呢 结果没想到 潘建成完全没有请银眼梁吃饭 这会不会就回去做自己的事情 但是这样的一个动作 对 让银眼梁印象深刻 为什么 他认为眼前这个年轻人很认真的 专注做自己的工作 他没有花时间在戊虚的那些社交上面 所以后来呢 群联第二期第三期的扩厂的这个案子呢 都是交给银眼梁旗下的公司去做 所以在这次的风暴里面呢 银眼梁跟潘建成呢 两个人见面十分钟 就谈妥说 银眼梁说好 那我就拿20亿干嘛 我去帮你去做护盘 所以你看到这两个人 Kinston的孙大卫 因为我跟你是股东关系 所以我们共存共荣 拿个一亿美金出来 我可以理解 银眼梁跟你盖厂房 见过四次面 十分钟拿20亿 只是单纯因为人缘好吗 当然不是 他看上的是什么 银眼梁看上的是群联的技术 在群联的背后 其实有一个很强大的 跟他一起共联盟的是谁呢 谁 就是郭董很想要的 Toshiba的半导体的部分 Toshiba跟潘建成 哇 后面又是一段 好几回合的报恩相就的 下血为盟 没错 群联一路走来 其实很大部分是靠Toshiba 在后面大力地扶持跟帮忙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潘建成毕业之后 其实他很兴趣就是 老师帮他介绍工作 老师帮他介绍 介绍到一家这个惠荣科技 那时候叫惠亚科技里面去工作 结果呢 潘建成进去工作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 跟几个同事呢 公司说 哎呀 我们把你切出去 成立一个子公司 然后呢 你就是子公司的总经理 那看起来是好事一件啊 结果没有想到什么呢 成立这个子公司没多久 然后公司就说 我要把你收起来 要收起来 那就没工作了 就没工作被提出去 所以潘建成就面对到 一个人生的学者要干嘛 我要不要自己来创业呢 所以当时他找了几个伙伴呢 一起创立 就成立的这个群联这家公司 那成立了之后呢 你要想说在科技业走跳 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如果没有专利的保护 可能又干嘛 被人家发动所谓的 专利侵权诉讼 怕踩到侵权的雷 一次可能就让你挂点了 没错 所以潘建成就想说 那我要找一个 比较有利的这个厂商 跟他结盟合作啊 那他手上一定有足够的 所谓专利保护伞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呢 Toshiba看上这个潘建成的技术 潘建成呢 拿了自己公司怎么样呢 拿了十几项专利技术 去给Toshiba看 Toshiba看了之后 不错 这家公司可能有前景喔 所以那个时候呢 Toshiba拿钱出来 买了他8%的股份 然后从此之后怎么样呢 有了这个Toshiba 你要知道 这个Nameflash的技术 Toshiba有多少专利 在当时几乎是世界第一啊 所以呢 就变成说 潘建成有这样一个世界第一的 专利多的这个什么 加持之下呢 在这个业界在做事情的时候 就比较不怕别人的骚扰 因为那个时候 潘建成真的遇到有人怎么样 真的来骚扰他喔 就说 结果潘建成就直接跟他说 那你专利拿给我证明看看啊 结果事后发现什么 对方只是来吓他而已 因为对方根本 连专利都没有申请下来 好 所以你看到今天 他能够拥有 东芝这个保护产多重要 第一个是你说 专利的保护产 第二个 其他的同学看到 哎呦 东芝都跟你合作了 那我们也来跟你合作看看 这个很重要 对 这个很重要 但是在第二次 又发生一个状况 而且这一次是 潘建成自己说是他人生里面 重大的危机 潘建成怎么迅速这个危机 你知道吗 潘建成说对方就是要把我逼死 这辈子见识到什么叫坏的莫大的压力 还是让他黑法变白法 谁这么狠把他逼到了绝路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 其实就是什么 他之前的东家 我们刚刚提到的慧荣科技 慧荣科技怎么样呢 原来当初潘建成他们要离开的时候 被慧荣科技逼说要签下一个 禁业禁止条款 那潘建成为什么那时候会签 你想说这是你自己自主决定 你为什么一定要签呢 但是问题是 我们要知道潘建成他是马来西亚侨生 那所以说他要工作要什么 雇主要出工作证的担保 即便你要转 要转到其他公司 你也要出担保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不得已啊 我如果不签下去的话 他不给我那个证明 所以潘建成当初签下去 那所谓禁业禁止条款 那禁业禁止条款里面有写到说 就是说如果他做了一样的 跟他们一样的工作的话 他要怎么样 要赔四千万 所以呢 慧荣科技当初干嘛 就直接假扣押群联四千万 然后还跟他求偿一亿两千万 不但这样子 慧荣科技还跟其他群联的供应商说 你们不要再跟群联做生意 你们如果跟他做生意 他现在有财务危机 会出状况 你们会拿不到货款喔 这是没解 今天群联才刚刚出来 他只是小鸡 还没有变大老鹰 你不要讲一亿两千万 你求偿这个四千万 可能都要让这家公司倒掉 因为当时群联的股本只有六千万 你求偿他四千万 那时候潘建成行动说 他连薪水都发不出来 那遇到这危机怎么办呢 当时他遇到危机的时候 另外一个头痛的人是谁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Toshiba Toshiba想说 我才刚投资你 买了你八%的股权 你怎么就出了这么大的状况 看起来你已经风雨飘摇了 所以Toshiba说不行 那你来说明一下 来告诉我们是什么状况 那结果潘建成 没想到潘建成去跟Toshiba 说明完了之后 Toshiba发现说 你们的东西真的跟什么 跟慧荣不一样 Toshiba变得对他更有信心 对他更有信心怎么样 Toshiba说好我加码 他加码拿了一亿出来 再跟潘建成买了11%的股权 从此Toshiba竟然就拥有了 这个潘建成怎么样 有了群联19%的股权 不但这样子 我们刚刚不是说 他的钱被扣住了4000万吗 Toshiba拿出来的一亿 就变成是群联 这个时候的救命钱 哇 听起来真的是 已经慢慢有 煞雪为萌的感觉了 第一次救你 因为你初出茅庐 我入资8% 让你有了一个起手势 第二次 这个非常关键 为什么 今天如果没有他再注入 一亿新台币的话 我看潘建成的群联 到这里大概要趴在沙滩上 对 这时候这个动作 就对他非常重要 就是救命钱的一个概念 那潘建成又遇到第三次的危机了 第三次的时候 过了一年的时候 他遇到一个状况 遇到什么呢 又哪来的乱流呢 上游的供货不足 上游的记忆体颗粒 大家货给不够 那所以潘建成这时候怎么样 就说这个时候 他的上游的有个供应商是谁 是三星 那时候他跟三星拿货 那跟三星拿货 就遇到什么状况 因为他那时候大家都在抢 这个抢上游的供货 所以潘建成当然要跟他抢 结果没想到遇到什么状况 三星竟然说我货不给你 为什么货不给你 三星竟然有个行销小姐 在电话里面就跟潘建成说 你太年轻 公司又太小 你又没有钱 所以我们三星总部 决定支持其他的公司 不再供货给你们 你是 潘建成一听到很紧张 他就说不行不行 你一定要给我 你不给我公司 继续营运下去呢 你看到三星居然随随便便 就派了一个行销小姐 打了这通要命的电话 对 没错 然后这行销小姐呢 听到潘建成这样跟他讲之后 他又跟潘建成说什么 你知道 他跟潘建成说 哎呀 你们还很年轻 赶快再找一个其他 business去做 你们还有机会 潘建成就想说 你讲这种话 不是等于判我死刑吗 你根本就叫我去死一死算了吧 所以他就觉得 这怎么可以这样子 那这时候呢 他一直想想解决方式 想要找到谁 又是头绪吧 这个时候潘建成又再找上头绪吧 那他到这个日本去呢 跟日本这个头绪吧 办到这个做行动机器部门的 这个小林亲自见面 因为他是部长 但没想到他跟部长见面 部长很好心地请他吃饭 摆了一桌大菜上来 可是潘建成说 我完全没有心思吃饭 就你看嘛 今天不管是三星 供货吃紧 头绪吧一定也吃紧 他哪还有多的能量 可以供货给你 对 然后呢 这个小林亲自呢 就在现场一直道歉 一直跟潘建成道歉 如果我们真的挤不出来 要请你见谅 可是回去饭店之后呢 潘建成接到了一通电话 这通电话谁打来的 群联的副总打电话给潘建成 然后群联副总说 你们是不是谈好了 他说 头绪吧竟然 头绪吧的田中先生 竟然跟我说 20万颗够不够啊 然后呢 价格还给得很好 为什么 三星的价格一颗是36块美金 可是呢 头绪吧呢 少了四成只要28块美金 所以对当时的潘建成来说 你给了我20万颗 然后又给了我打6折的价格 你想想看 对他来说 这个时候谁是他最大的 帮忙的恩人呢 所以刚刚我们听到了 清皇一路讲下来 三次东支队群联的神救援 各位你想喔 这三次从第一次的起手势 到最后三星要断他的祸 每一次只要有一次 东支神救援失守的话 恐怕都没有今天的群联了 燕妮你看看 那是多么的情深意重的革命情感 对 没错 也因为东支 一而再再三的出手相助 所以呢 让这个群联可以活到现在 那当然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个时候呢 潘建成他就在内心里头暗示发誓 他说呢 we will never say no to Toshiba 意思就是说 万一有一天 东支遇到了重大的一个危机 东支对我有任何的一个要求 我绝对不会说不 这就是猫的报恩的时候了 换我们来回报 他们当时的救命之恩 没错 这个报恩呢就发生在2007年 2007年的时候呢 这个快散记忆体的价格是崩跌 所以呢 那个时候东支呢 他的产能过剩 也造成了巨额的一个亏损 东支的主管呢 真的非常非常的紧张 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立刻飞来台湾找了潘建成 就直接跟潘建成说 我们现在还有一批货价值数千万美元 你可不可以想办法把我们吃下来啊 当时呢 潘建成还没有说no的时候呢 他所有其他的周围的一个财务主管 就跟潘总说 潘总 数千万美元不是小金额耶 而且我们公司目前的财务主管 非常好 没有任何的一个负载 你不要随便吃下这批货嘛 所以但是这个时间 你刚刚破题讲的这句话 never say no 这句话又浮起来了 你要是不要呢 对 反而是这个时候呢 潘总就跟其他的主管说 你们有没有搞错啊 东芝之前帮过我们一次又一次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不救他们 我们还算是人吗 所以呢 也因为呢 这样子的一个出手相救呢 反而让东芝呢 度过了这样的一个难关 而且更猛的是什么 更猛的是呢 潘总还跟这个东芝的主管说 你们这批货需要用什么样的价格 我们来买 需要我们买多少 通通你们说了就算 我们不会有任何的一个意见 也因此呢让东芝度过的难关 所以你看到了三次东芝神救援 但最关键的第四次 换成群联去回报东芝当年的救命之恩 不过我们话讲回来喔 刚说群联现在已经要升IC设计的霍利王 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要感谢的当然东芝三芝的神救援 还有大家可能不知道 要谢谢庙里的观世音菩萨 没错我们先来讲一下潘建成这个人 好了刚刚呢俊相有提到 他其实是马来西亚的一个乔生 爸爸呢是殿农 所以呢很难想象喔 潘建成呢其实九岁的时候 就开始夏天种田 但是呢爸爸曾经跟他讲了一段话 他到现在一直放在心上 爸爸说人不会穷一辈子的 你只要愿意努力打拼呢自然就会有 所以不管是念书阶段呢或者是后来创业呢 潘建成都告诉自己我只要努力 一定会想办法去度过这样的一个难关 那那个时候他高中的成绩还不错 他那个时候就想要去欧洲或美国念大学 可是家里穷哪来这些钱呢 所以只好跟这个师长筹了十二万块来台湾 因为台湾相较之下是比较便宜的一个情况 根据他自己的说法 半工半读常常饿肚子都没有办法吃饭 可是他还是相信当年爸爸告诉他那句话 要努力 要打拼 求生存 好啦 这个后来潘建成先生 他自己曾经先在别的公司上过班 然后他才因此后来决定要出来创业 2000年创业的时候 他那时候就在想说 那到底要取什么样公司的名称呢 那大家也都知道 这个乔生一个人在异乡 总是要有一些坚定的一个信仰 那个时候潘建成先生 非常相信新竹的竹连寺 竹连寺供奉的是观世音菩萨 因此他就带着他的好几位的高阶主管 去竹连寺里头 拔杯啦 他就问菩萨说 菩萨我们想了好几个名字 你帮我们指示一下 想了好几个名字 我想了好几个名字 您参考看看 有群连 群生 群子 都是群字头 后面跟不一样的名字 对 您觉得哪一个好 就开始一一一拔杯 结果呢 念到群连的时候醒杯 跳下去就醒杯 那就这个名字了 对 就这个名字 所以就确定了这个名字 所以到现在群连 可以度过那么多的一个危机 我想跟名字或多或少 也是有一些关系了 好 那第二个重大的一个事件 重大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事件 就是呢 后来呢这个潘建成 他就觉得说 公司规模这么小 我总是要想办法找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保护伞 就是刚刚清皇讲到的 初出茅庐的潘建成 领着这个菜鸟公司 然后你想去做flash 谁可以给你这个所谓的 专利的保护伞 让你以后不会去踩到雷 您这个都要问菩萨 对 不仅是不会让你踩到雷 而且你跟上游厂商合作 其实会深化你的一个合作关系 所以那个时候呢 潘建成就在想说 上游厂商其实还蛮多 大公司也不少 三星 东芝 Centex到底要找谁呢 所以他又去问了 观世音菩萨 就又开始一一的拨背 那这个时候呢 观世音菩萨就告诉他 拨出来的结果是 要找东芝 那潘建成当下 其实心里头有点疑虑 他想说真的要找东芝吗 可是菩萨要讲的话 我们还是要相信 所以他刚开始 他确实去问了三星 去找了Sandex 可是他的脸 娃娃脸嘛 那其实对这些大公司 大主管来说 你这张脸就跟大学生一样 你怎么值得信任呢 等一下 这个是不 他这个应该是40岁以后的照片了 他当时拿着这个 要去找保护伞的时候 千皇他应该 不到30岁 不到30岁 所以我觉得这些老板觉得 毛头小子我怎么信得过你 所以就给他吃了闭门羹 没错 反而是后来他去找东芝的时候 东芝也被他的一个诚意 跟这个打拼事业的企图心所感动 所以后来东芝也同意了 没有想到菩萨好准喔 好灵喔 好啦第三个应验的事情是什么 有一年公司的库存的商品实在是太多了 那时候潘董又在苦恼 到底该怎么办 如果一直卖不掉的话 这样子我财务上 会有非常非常的一个压力 所以他又来竹连寺 请菩萨拜托给我一支签 给我一个指示 告诉我到底该怎么办 结果没有想到这支签出来 潘董看了吓一大跳 这支签的意思就是说 不用怕不用怕 过年之后事情会迎刃而解 我东西就卖不掉 我怎么迎刃而解 对 那时候潘董也不知道 到底过年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说也神奇 过年之后 他这笔大批的库存居然被偷了 太惨了吧 我卖不掉金很可怜的 你还让我招小偷 这个表面上好像是损失了数千万的 这样的一个金额 对不对 可是大公司一定会有做一些 保险的一个动作 反而损失保险公司来理赔 结果理赔之后更神奇的是 理赔之后 这个记忆体的一个价格 谷底翻扬 所以他又迎刃而解 又解决了他很多营运上的一个问题 一直到现在 潘董对竹联市的观音菩萨 是非常非常的虔诚 遇到重大的问题 都会率着他的主管 去请问菩萨的意见 好 我们听完了潘建成他的创业故事 再来我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巨副杂志总编辑朱继中 阿冲哥 欢迎你来 跟我们谈一谈 十九大 中国十九大在十月马上要召开了 不过今年特别这一届 特别特别的不一样 让台商人心惶惶 过去从来没有过 他们心里最害怕的四个字 居然是青山绿水 明明是很好的四个字 我们来看一下 最近是因为中央电视台 开始在播一连串的节目 总共有十集 十集的节目叫做 坚持改革的成果 一定要坚持到底 改革的成果在讲什么 因为十九大十月要召开了 所以要从2012年的十八大 开始的这五年 到底习大大做了哪些成果 第一个被讲出来的成果 就是你刚才讲的密码四个字 叫绿水青山 不是青山绿水 叫绿水青山 绿水青山就是什么 金山银山 他为什么要讲这句话 什么意思 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 对 我们要倒回来去讲 在2012年十八大的时候 他就已经开始讲说 请大家注意 我们要从制造业的工厂 我们是世界的工厂 要变成世界的市场 所以我们要做服务业 所以各位 你们做工厂的人 自己看着办 很多工厂不该 再开在沿海地区的 请你赶快搬一搬 我懂了 原来绿水青山 四个字后面 加强的是 藤龙换鸟的思维 没错 可是我们应该讲说 2012年开始的这件事情 它事实上早在2009年 金融海啸之后 他们就已经开始这样做 只是那时候做的时候 他先用什么劳动合同法 先说你们的员工工资给太少了 你们都没有遵照我们这个 五减一斤的这个东西 好 你们没付 现在要付 工资先谈 接下来就谈环保 谈环保可是各位要记得 过去这五年 他们在谈的时候 他是地方政府在跟你谈 所以地方政府谈的时候 还不是习大大在谈 不是中央政府 现在就2017年这个时候 是中央政府直接跟你谈 所以你看 先前 我先前部队是地方政府 市政府 省政府就跟你谈 你可能还觉得说 那谈就来谈吧 等到中央亲自出马 你看到链子后面走出来 习大大的时候 你才觉得 现在是发生什么大事情 所以大家要注意中国 中国这个就厉害了 习大大不是今天在谈 2014年的时候 他每一届的人大 他们都有各省的代表团 他都会去找他们来 开始来审查这些代表团 2014年的时候 他接见广东代表团的时候 你知道他直接问他什么 他问什么呢 他说你们现在 广州的PM2.5怎么样 他问PM2.5 他直接问你PM2.5 他还问你说 你们广州机动车 有没有开始管制了 东江的水值怎么样 管起水 管起空气品质了 对 好 那这是14年 15年他问上海 上海代表团 他问你们的蓝天指数如何 傻了 意思就是说习大大我今天我住北京 对不对 那我问问上海的朋友 你们上海蓝天怎么样 你们多久看到一次蓝天 你看这每一个都在问你什么 绿水青山 而且他是贯彻这件事情 对 好16年更厉害了 他跑到青海了 清海省的代表团 他最后讲了一句话 他说要力保青海 是一江清水向东流 你不觉得这很好笑吗 清海是什么 是黄河的发源地 黄河的发源地 如果都没有清水的话 还得了 那成什么体统 那是人间最干净的地方 对 他已经在那里 站在黄河的上游跟你讲说 我要一江清水向东流 到了17年 今年再跟你讲的时候 他已经就直接跟你 就是刚才俊相讲了 绿水青山 藤龙幻鸟 可成这个从苏州被赶出去 这是当时我们看到那个 毒苹果事件 毒苹果事件 对 因为可成是帮 苹果做饥殼的公司 结果据说是什么 苏州的市民说 我们闻到一股臭臭的味道 就把可成的公司 从苏州赶出去了 那个毒苹果事件 就已经告诉了大的台商说 你们自己要注意这件事 到了14年 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在昆山有一个台商 叫中融金属 这个中融金属 发生一个爆炸案 他做什么 做旅圈的 就是我们那个汽车的旅圈 结果发生了爆炸案 死了多少个人 146个人 这严重了 这严重了 那问题这种事可大可小 对 这些人 从14年爆发了以后 16年宣判 从董事长 总经理 到直接的员工 总共13个人 被判了3年到7年的毒刑 那这等于判这家公司 营运上的死刑了 没有错 那就是告诉你们说 你们这些制造业的公司 不要再待在我的城市里面 是 请你们搬走 叫做藤龙换鸟 到了今年 最近又开始来了 最近为什么会出现呢 因为厦门最近要办 金砖五国的高峰会 对 就在9月3号跟9月5号 所以福建的台商 已经强力感受到 中央的关切 所以你当时 在北京 办一个APEC 你就要APEC蓝 什么都不准动工 是不是 现在下门了 没有去年是什么 在杭州 杭州 杭州 因为20国的高峰会 所以杭州怎么样 半个月全部停工 工厂停工 现在 从8月19到9月8号 他告诉所有的这些工厂怎么样 每天上午7点到下午2点半 一路停止生产 而且告诉你 你如果所有环保手续不齐备的企业 未经环保省批的生产线 一路主动停产 不然怎么样 就查封 早上7点到下午2点半 就是我上班时间的三分之二了 你不让我干活 我钱怎么赚 所以你看是有节奏 从北京 杭州 一路管到厦门来了 是 所以你到了福建 你不要以为你在福建沿海 这个中央管不到 中央都来管你 而且所以直接就要求这些台商 做到这一点 所以这些台商现在 不是从今天才开始 大概这两年都刺在蛋 所以该跑的就要跑了 你如果还没跑的 自己就要小心了 真的该跑都已经跑了吗 绿水青山 这四个字有这么可怕 那如果说对环境的残害的话 那我想莫此为甚 那就是石化叶了 没错 因为这是中国 现在怎么样呢 开始重视这个环境的问题 所以你看这个 就是他最新的 环境保护部的令 令下来告诉你什么 你看 这里面这一条多关键 这个所谓的石油类 还有灰花氛合计年牌 大于30吨的 他通通都要管 所以所有污染状况 他都要管 那都要管的时候 你就会想到一个人 想到谁 就是这阵讨论很热的陈友好 为什么呢 他不是到菲律宾 要投资这个所谓11兆吗 你要想说他在中国 有什么有石化场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那陈友好他要怎么办呢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今天绿水青山 如果连一般般的台商 打个挫雷蛋 你这个大户 最该倒大煤的是你 他想找你抹油要酸了吗 没有错 大家讲到陈友好 就会想到什么 他掏空台湾700亿 还欠税4点多亿 对不对 然后跑到中国去之后 他在中国投资主要就是 以什么 以石化叶跟房地产为主 所以你看他投资有 包括翔路石化 翔路石化二期 还有藤隆方亲厂 然后房地产也打造了 所以大家帮他算了一下说 他这样累计前进中国 至少超过2000亿 然后过去高峰的时候 他光是在石化事业的版图 一年的营收 就有5000亿台币 那我不懂 今天如果说陈友好 他变成了最大咖 被盯上了 你要跑有这么容易 你要拽着你的钱 跑有这么容易吗 你看这些不是传出的 什么王健林 还有多少大咖 已经到了海关 硬是被拦下来 因为中国最近在管制 所谓的资金的汇出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看到王健林也被查了 然后像吴小晖也被查了 你看中国几个大商人 接二连三都被调查 那想说陈友好 怎么可以在这个时候 还可以大大大说 我到菲律宾去 还可以投个十一兆呢 所以当然就有人说 他会不会是 刚好搭上习大大所谓的 一带一路配合政策 然后他到菲律宾去 所以人家才开了那个门 让他前去呢 所以你说他乘着 一带一路的政策 配合大陆政府的指令 这不就是copy 当时他怎么掏空台湾的那一套吗 没错这个模式真的很像 你看当初中国说 需要石化业的时候 他怎么样 他就真的从台湾把钱 然后带到中国去做石化业 现在菲律宾说 我要发展经济 我也要石化业 就陈友好现在干嘛 是不是看起来又很像 要把钱从中国 带到菲律宾来 要帮人家做石化业呢 而且更有正当性 因为习大大的一带一路 我想应你的一带一路 没错 他配合一带一路的政策 可是在这个时候 就有好几个申喉龙出来爆料说 事实可能跟你想的不一样 什么意思 然后首先遇到什么呢 我们都知道陈友好之前怎么样 他的腾龙房金厂爆炸 爆炸之后 到现在都还停工 然后后来在厦门另外一个厂 又有公安事故 也被勒令停工 所以我们刚刚讲说 那个石化业 什么年营收五千亿 对不起现在停工 多久了 现在算一算时间停工有 应该有两年了吧 对 所以停工到现在对他来说 当然是很苦恼 很苦恼干嘛 他手边另外值钱的部分 我们刚刚说是什么 房地产 所以就有人说 他现在讲所谓的 闽南古镇的部分 他拿出来要交易 要卖掉 要卖掉 你想说如果在中国 近年交易掉 当然是好事嘛 钱留在中国 卖掉房子就缴税 可是不是 陈友好这是要卖的对象 竟然听说是在菲律宾的一个商人 所以在菲律宾商人 他约定说 我们交易的地点在哪里 就在菲律宾 你钱就汇到我在菲律宾的账户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这不是掏空 那什么是掏空 今天钱留在中国要出去都难 但是我根本不在这里交易 这边已经房子给你的钱 你帮我直接在菲律宾交了 没错 而且多少钱你知道吗 金额竟然高达455亿 那看到这个数字 你想说这当然是很惊人 那另外一个森红出来爆料 这就更吓人了 是什么呢 好说陈友好取得了甘比亚护照 因为之前周刊就曾经讲什么 就曾经说陈友好 其实去取得了这个甘比亚护照 那大家而且还在什么 在周刊上刊登出来 陈友好一次是他护照这个照片 那大家想说奇怪了 你其他国家都不去拿 为什么必须去拿一个甘比亚护照呢 甘比亚这个地方干嘛呢 他要发展经济 希望自己变成另外避税天堂 所以他还主打说 他用最先进的企业网络注册手续 提供秘密客户快速经营费用 又很便宜的注册费 所以大家就说 他在这个地方申请他的护照 会不会是希望 在这个地方也变成一个 长钱的金库呢 然后这次里面最荒谬的是什么呢 这个陈友好到菲律宾去 竟然说他的投资金额 会高达11兆 这个11兆是什么概念 过去我们的六年国舰计划 提出来也不过8.2兆而已 然后前瞻计划 我们现在讲的很夯的前瞻计划 也才8千亿而已 11兆是什么样的概念 比这个数字都不知道大多少倍 然后呢在这里面 陈友好提了一个项目说 要在马尼拉盖一个 85层的IT大楼 总计的是120亿美金 相当于台幣3千